大家好,我是明白 我们现在开始第七节 这一节有一点点难 但也是我们爬松课 应该说是最核心的一节 因为我们可能以后 你抓取每个网站 都要用到这一节的知识 我们来看一下实例 我们这一节要抓取的是 58同程的租房房屋信息 我们复制这个网址 然后到浏览器 然后粘贴 大家看一下 这个网址 之前我们抓的都是标题 或者链接或者图片 这节我们要抓的是 比如说这个房间 我们既要抓取它的名字 还要抓取它的价格 还有这个40辆样式地址 来自哪个经纪人 这些信息都需要抓 我们最后需要的一些 大家看一下目标效果图 它所有的房子的 介绍价格 样式地址 来源都抓到了 同样的步骤也是一样的 我之前说过 不管它 哪个网站多复杂 步骤都是通用的 一爱 四五 它复杂也是 复杂在第三步 我们就直接看第三步 这是设置 select的这一节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二三四 我接了一部分图 这是我们要抓取的一个样子 先给大家介绍一些概念 在网页中 HTML它会分为负子元素 而且网页中的 它的这些 不同类型的这些信息 它都是由一个巨型包围着 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 它看起来自己的巨型 但有的地方 如果你能看到一些 圆形或者什么 但其实它是包裹在一个 巨型中的 然后我用这个工具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 我这鼠标在下面移 它上面 看都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巨型 大家直接看我 这是画的这个图片 它这是其中的一个房子 它分为这个大巨型F 里面又有小巨型 A B C D E 这个我们这个例子 它F大巨型就表示父亲 它里面包围着到A B C D E 相当于是癌子 它的代码呢 网页代码基本上就是这样 F在外层 A B C D E在里层 同样的 对于网页中的这些 父子类型 对用到Labs Pro中 它就是父子选择器 如果我们要抓的话 F就是一个父亲 A B C D E 就是癌子 有的朋友说 我可以不用 父亲直接抓吧 直接抓 我们来先试着 用一下我们之前的 那个 Labscript CreateSeedMap 复制粘贴 StartURL 同层 我们先用一下 我们第一节的 加的那个 比方我现在要加 Name 我选第一个 Name 选第二个Name 然后保存 Element 我们看 基本上都选中了 Multiple Delay 我们选2000 保存 我们如果 按照我们以前教的话 我们如果要抓价格 我们再建一个选择器 Price 我们选中这个价格 选中这个价格 看价格全部选中了 我们保存 这也是多个价格 2000 Delay 选好 再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选择 这个 Stat 样式 这个是11听的 这个是 量式三听 大家看 下面也都选中了 我们保存 Multiple 2000 保存 好 我们开始抓 它会弹出这个窗口 我们不要关闭 等它抓完 好 抓完 我们刷新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种族 内母 我们都抓到了 来我导出吧 导出到本地 大家看一下 同层这个 前两列 我们往这边 移一点 它这个样式有点问题 前两列都不用看了 我们直接看后面 Name Press Stat 它内母应该都抓到了 Press也抓到了 Stat也抓到了 但是它 大家看 这比较乱 内母它单独就占一行 这基本上一行就只有一个 但它并没有将 我们 我们如果要抓的话 我们希望出现了就是 这个房子的名字 价格 样式 它都放在同一行 因为它属于同一个房间 但是它现在 它是错开的 我们不知道 这个房间的 价格有多少 而且它的样式 是什么样的 这就是需要用到 我们这一节了 我们这一节 会给大家介绍一个 新的选择器 叫做Element的选择器 它叫做结构体 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 叫结构体 它 我们用它来把 抓取这个 F 就把它总体当作一个元素 一抓 然后里面的话 里面的这些名字 价格 还有这些样式 都作为它的子元素 这样的话 它抓起来 抓起来的时候 这些里面的子元素 都会放在同一行 这样的话 我们看起来就会 特别 体验特别好 一个房子就是一行 我们继续看下一个 那么我们如何选中 这个大F呢 大家看我们选F 也是需要一点 就是技巧的 因为大家看 大F是一个巨型 是负型 里面有ABCDE 比方说 ABCDE 五个S 那么我们选中F 这个区域的时候 我们之前选择 那个 之后的时候 我们直接点击标题 就可以选中 标题 但是现在我们要选中 这个大F 它要将这 里面这些 全部 都包裹在里面 我们要选中F的话 大家看下面的文字 就必须要 点击这块 在F内 但是又不能在 ABCDE之内 如果我们点 点选 选中在4这块的话 它就会选中F 不是 它就会选中 A这个巨型 而不会选中 大F 不会包围其他的 我们这块的话 就多次尝试 直到成功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Select 我把这些都删掉 我们创建一个 Adeny Select 我们就取名 House 房间 大家记住这块 我们选择Element 我们选中 大家看 我在第一个房间 这块 一动鼠标 它会显示不同的 区域 绿色区域 大家看 放在这块的话 它只会将 名字选中 放在这块 它只会将价格选中 鼠标悬浮在不同的位置 它会将不同的信息选中 我们需要的 就是一个位置 就可以将这全部都包裹在里面 大家看 这个位置的话 全部包裹 我们点击鼠标 好 它选中了第一个房间 然后我们滑动鼠标 到第二个房间 然后再点击 好 大家看到第一个 已经全部选中了 我们把每个房间 当成一个整体 然后当选中 Multiple 我们选中 Delay 我们是这位2000 好 我们看一下 这块的步骤 也是在PPT里有 我们这块 这块要注意的就是type 将type选为element 然后其他选中的话 都和我们选标题的步骤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时候 我们不是选中单个的 我们是要选中 这个区域是要 是将这个一个房子 作为一个整体 点击 点击 当selection 然后因为要多个 Delay 我们要选2000 然后保存 上面这块 大家不用管 它默认 这块选择root 说明它是root的选择器 这个house 我们先不用管 保存就可以 好 我们这样叫做复选择器 大家看这一步叫做 创建复选择器 element 现在我们要创建 直选择器 复选择器 我们将这一个房间 包裹起来 大家看这块 有一个root 表示我们现在 是在root下 创建了一个直选择器 是root的直选择器 叫做house root表示跟选择器 house表示跟选择器 直选择器 我们如何创建一个house的直选择器呢 因为house我们是表示一个房间的整体 我们要创建house的直选择器 我们在鼠标移到house这块 然后点击进去 大家看到这会变成roothouse 下面这块 我们点击进去以后 得到下面这种图片 roothouse 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下面点击 add new select 这个时候创建的选择器 就是house的直选择器 如果对root来说的话 就是root的孙子选择器 因为root有一个 s叫house 我们在house下创建直选择器 它就会是root的s的is 大家看这块表1就表示 我们是在根选择器的house选择器下操作 好我们来创建直选择器 大家看我们刚才第一个房子 第一我们每一个房子 我们有1 2 3 4 5 5个s 5个小巨型就代表5个s 我们先add new select 第一个叫做name 我们来创建第一个子选择器 这个时候我们选择 当然是text 因为我们要抓 抓的是一个文字 我们选择 大家注意看 我点击select以后 它这一块自动变黄了 因为我们是在house下创建的自选择器 而house在上一部 我们已经确定为这一个范围了 大家记得吗 我们当时创建复选择器的时候 选择选择这个 然后再选择这个 所以说我们现在 只用在这一个选择器里面 确定一下它的自选择器 下面就会同样的复制这个规则 我们选择名字 当selecting multip不用选 因为一个 对于这一个大级性来说 它只有一个name name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名字 delay也不用选 因为大级性已经delay过了 大家看一下PPT 一二三三的话 我们点击三的话 点击select以后 四号区域它会自动被选中 我们是在 因为我们是在house下建立自选择器 而house在第一部已经被确定为黄色区域 我们这时候选的话 就在黄色区域选中 5就ok 然后点击downselecting 这块它会自动 再看 这块它 它自动是选中的house 说明我们创建的name是house的孩子 我们保存 第一个选择器 我们就创建好了 下面我们还需要创建 其余的四个选择器 步骤都和第一个是一样的 我们再来创建 add newselect price 价格 我们同样的点击select 它就会变黄 我们选中价格 保存 downselecting 保存 add newselect stack 选择 选中样式 downselecting 保存 我们再选 这个叫做地址 address 然后保存 还有一个是来源 来自某个经纪人 大家看 这块选没选好 我们就重新选一下 以鼓鼓滑动 让它可以选中全部 然后保存 downselecting 保存 好 现在我们已经全部选完了 我们就可以 现在来抓取了 scrape start scraping 我们稍等一会儿 等它抓完 好 抓完了 我们refresh 点击 大家看 它已经抓取完成了 我们导出到 本地电脑看一下 因为这页的数据比较多 它这块可能会 花费一点时间 同层一 这个是刚才那个新的还没打开 大家 打开了 我们往左边移动 大家看 name price stab address sus 看 这是正常的 我们每一个房子的价格 样式 地址 它都会出现在同一行 这样我们看起来就比较 美观 大家看 它有的或是NOL 就说明 它 这栋房子的 这块就是空的 我们来搜一下 它这个是 白紫湾 我们到网页上来 先把这个关闭 Ctrl F 白紫湾 白紫湾 怎么这么多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白紫湾 什么 都是2900 看它这块是来自品牌公寓 就和我们这个 这可能就是 白紫湾的 它 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些都是 看来自经纪人的都抓到了 这NOL的 都是应该都是来自品牌公寓 没抓到 因为来自品牌公寓和来自 经纪人 可能它网页上属于不同的类型 所以说它就没抓到 这块我们先不用管 我们反正整体上是 抓成功了 OK 当然有的同学可能 会想到另一种就是方法 我们直接就用 Text 把这个 全部包裹下来 这样其实也可以 但是这种有一种 不好的地方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 WebScript 我重新创建一个选择器 重新创建一个SendMap 同程按按 有的同学说 直接用Text 我直接把这个选中 其实这样也可以 但是有一个快处 我们保存当Selecting 然后Multiple旋重 Delete旋2000 保存 我们抓一下 看一下它抓取的效果 刷新 大家看它抓成功了 但是它这个 整体它全部都是放在同一 它虽然是同一行 但是它也是同一列 就是这些 名字价格 样式 这些这些 全部都是放在同一列的 如果用同一个 Text的话 它会放在同一列 这样的话 也不利于我们就是分析 如果我们想利用这个价格排序的话 那还需要就是 但是如果用Element 把价格单独 放在同一列的话 我们就直接用价格 那一列排序就可以了 这样如果单独 直接用一个Text 把它抓取下来 它们全部放在同一列的话 看起来就很乱 所以也不建议这种方式 OK 我们继续讲下面 大家看一下 这块 还有几个要点 讲一下 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那个同层 我们点进去 这几个Select 大家看一下 Multiple都没选 Delay也没选 为什么呢 因为Multiple 对于Multiple来说 一个House 它只有一个Price 一个房间 它只有一个 我们选择这块区域只有一个 这种类型的只有一个 这个内幕和价格 不是同一个类型的 所以说它们需要分为 一二三四五 分为五个不同的来抓 对于一个房间来说 它只有一个名字 一个Price 所以说 内幕这块 我们Multiple是不用选的 下面都不用选 自选择器的 Multiple都不用选 NetX也不用选 这个我们暂时用不到 Delay的话也不用Delay 因为我们复 复选择器已经 大家看一下 已经Delay过2000秒了 2000毫秒 此选择器是在复选择器下面 它们是同一个网页 对于同一个网页来说 只是用Delay一次 不需要Delay多次 这块是这个意思 我们来 slag的数 我们来看一下 这块的slag的数 我们点击slag的数 大家看root 我们点击 它有一个house 然后再点击 它有五个字选择器 Name Press State address sauce 这样看的话就比较方便 比较清晰 root下面有一个house house表示 12345 house表示这样一个大区域 大区形 一个大区形下面有12345 五个s 表示这些小区形 还有Element 如果我们要用Element Element选择器 它是一个结构体 它只能抓取某个结构 比如说我们抓取的是 这个房子的总体结构 但是它抓不到就是 具体的真实信息 具体的文字信息 我们必须要用text选择器 或者link选择器 这看我们的具体需求 我们这个房间 因为需要抓取内母价格 这些都是文字 所以我们就是house 这个Element下面 结构体下面 我们创建一些文字的选择器 就是text text用来抓取文字信息 真实的文字信息 Element 它是适用来抓取这个结构 将移动房子的这些信息 给固定在同一行 固定在同一行 大家看这些文件 第一列第二列 我就没截图 其他列的话 就是根据我们的那个 设定的ID intro press address sells 数据 数据 大家抓 58通通的话 可能有时候 我们抓取的数据 和网页上的数据 不太一样 不一致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58通通 他这个网站的话 他这些租房信息 可能属于用户 就是自己提交 可能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看的 这块是种族利豪园 但是我们真的抓取的时候 也有人提交了一个房间 或者是 58通通 他这块 更新了一下 这个首页显示的东西 显示的房屋信息 我们抓取的时候 就是抓取时候 访问那个网页时候的 真实的房屋信息 不一定和这块一样 让我们现在刷新一下 看他变了 因为他 网页本身 店家 这些租房网站 他就是 可能就是根据不同的人 比如说我现在是在 陕西 他给我提供的一些 这些房间 你如果是在别的地方 虽然他这块 说的是北京 但是他也可能根据 个人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我在网上的一些 消费信息给我提供 不同价位的房子 大家看到的不一样 和我这个不一样 那也正常 抓到的数据和显示的数据不一样 也正常 嗯 再就是 大家可能觉得这一练 这一练 是不是有点复杂 但如果你前面那几节 练得比较熟练的话 这一节 就会相对轻松一点 如果你前面这些 前面那些都练得不熟练的话 这些可能会有点吃力 所以大家这一节 一定要好好练习一下 Element是我们以后 抓取其他网站的时候 肯定会用到的一个选择器 这也一定要好好多熟练 OK